国道3号南二高乌山头段 傍晚发生了死亡车祸 一辆载着修剪树木的大货车 因为故障停在路边 但是呢不明原因 从外侧路间滑行到内侧 导致后方一辆轿车闪避不及 当场撞了上来 整辆车撞成一团废铁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救援 把驾驶拉出 但是呢他已经明显死亡 救援十万火急 消防队员使用油压剪破坏车体 要将受困的驾驶救出 整辆车撞成一团废铁 可见撞击力道之大 驾驶救出后已明显死亡 这起严重车祸发生在 19号下午5点多国道3号 北上328.1公里处 当时48岁的李姓男子 驾驶的大货车因为故障 所以停在外侧路间 李姓男子下车在后方警戒时 大货车却突然向左 滑行进入内线车道 后方驾驶47岁的郭姓男子 刹车不及直接高速追撞 大货车后方车斗处 右侧后轮都被挤到车身中断 轿车车体严重 溃缩车头及半个车身 几乎挤成一团废铁 造成郭姓男子当场死亡 大货车驾驶则没有受伤 行车前请检查车辆状态 五油山水及刹车系统等 是否正常 大货车为何会自行滑动 让后车驾驶追撞惨死 是车辆故障 还是人为因素造成 相关肇事责任 警方还要再理清 记得台南综合报道